在这一节的课程中,我们准备来使用在Druple7系统里头的分类词汇Texonomy 我们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分类词汇 然后把这个分类词汇套用在3C产品以及3C配件这两个内容类型 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3C配件这个内容类型 因此在这一节课程的后半段,我们也会把这个内容类型建立起来 首先我们先来建立3C产品分类这一个分类词汇 请你先以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进来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在工具列这边选择架构 再来选择分类 当你建置了Druple7的网站的时候 内键就会有一个分类词汇叫做Tex 这次我们要来新增一个新的分类词汇 所以请你点按新增组分类 我们把这个名称就叫做3CType 那么它会自动建立一个我们训练机器的名称 叫做3CType 这个名称我们可以接受,所以就不要再编辑了 接下来这里是说明 我们给它3C产品、3C配件、它的产品类型分类 例如说可能是一个Android Phone或者是一个iPhone 或者是Wii等等的其他各种不同的产品的分类 完成设定以后按储存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3CType的分类词汇 接下来我们把它的次分类把它列出来 次分类其实就是它的分类项目 目前看起来它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我们来建立几个分类项目名称 所以请你先点按新增次分类 例如第一个我会想到的是Android的 如果你有说明的话可以把它打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关于这个Android的分类项目 如果要呈现所有属于Android的分类项目的话 它的路径别名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输入在这边 接下来还有相关的 它的上一层是谁 在Juple系统里头 分类项目本身是可以有架构性的 你可以把它做成是多层的架构方式 如果你是建立成多层架构的方式的时候 那么它的上一层是哪一个分类项目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做指定 接下来这个权重 当然还是排序的问题的处理 数值低的会排在前面 数值高的会排在后面 就是这个意思 目前这两个呢 我暂时都不跟动它 接着按储存 已经建立好了新分类叫做Android 我们可以再来建立iPhone 如果其他项目你都不舔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按Enter 好 我们已经建立好一个新的次分类叫做iPhone 再来是 OK 一样按Enter键 再来是 Windows版的行动电话 一样是按Enter键 好 我们已经输入了几个分类项目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面包序上面 直接点按3C Type 回到这一个分类词汇这边来 看一下目前我们有了几个分类项目 分别是Android iPhone Mokia Windows Mobile OK 设定好这个3C类型的分类词汇之后呢 点按储存 接下来我们还要准备建立一个叫做3C配件的内容类型 我们再回到架构这边来 再来来到内容类型 新增一个内容类型 这一个内容类型叫做3C配件 这时候它的机器名称看起来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按一下编辑 我们利用3C配件 配件这个英文名字叫做Accessory 说明一地方我现在我先跳过 接下来标题的地方把它改成中文的 然后送出前可以预览 再来是发布的选项 发布的时候呢 预设是已经发表而且是推荐到首页 显示设定的话 同意显示作者的资料跟日期 回应的话是开启 让浏览者可以提供回应 然后使用阶层式的方式来显示回应 一页呢50个回应 这个也没问题 选单来讲的话可以设到主选单上面来 好这个也没有问题 好OK 接下来把这个内容类型储存起来 再来我们还要为3C配件再加上一些栏位 所以请你来到管理栏位这边来 一样的我们需要给它图片的栏位 所以选择图片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把它叫做图片 按储存 现在我们来到了3C配件 这个图片栏位的设定 标签呢就把它叫做图片 允许的副档名这个不要动它 档案的目录 这个呢把它放在3C下面的图片 再来最大解析度最小解析度 预设都先不用提供给它 再来提供 150x150的好了 再来图片上传的时候呢 采用动态图示 最多可以输入3张图片 上载目的地呢是公开档案 这些都OK的情况下储存设定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给它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是3C类型的分类词汇 目前呢看一下 我们目前并没有3C type的分类项目栏位 所以呢我们还在建立一个 要建立一个新的栏位呢 应该是在新增栏位这个区域来执行 所以我们选择它是一个分类项目的参考 再来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打上是3C type 然后栏位名称就叫做3C类型 好按储存 3C类型这个栏位实际上用的是哪一个分类词汇 你必须把它订立出来 所以它真正的分类词汇呢是3C type 把这个选进来 然后按储存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3C配件里面的管理栏位 管理哪一个栏位呢 管理3C类型这个栏位 它的标签呢就叫做3C类型 这个OK 再来预设值 我们让user来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提供 栏位设定呢最多可以放进几个分类项目 如果你没有限制的情况下 user可以进行多选 主份类呢是3C type 这个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3C类型的栏位进来了 不过目前它使用的方式呢是选择清单 选择清单的意思就是说这里会有个下拉框 像这个方式让你来进行选择 在这边呢一般来说3C类型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采用的是自动完成 也就是说我输入什么以后它会自动去辨识 这是要透过文字输入方式来完成 我们点按继续 好现在我们把它改成是一个可以自动完成的项目了 OK设定完成以后呢我们按储存 现在我们在3C配件的内容类型里头已经设定好了栏位 包含有标题内文图片还有它的3C类型 3C类型这边呢我们利用分类项目的参考 而这个分类项目呢会去参考刚刚所建立的分类词汇叫做3C Type 这个3C Type呢同样也可以应用在3C产品的内容类型上面 所以呢我们再来为3C产品这个内容类型增加分类项目的参考这个栏位 所以再回到内容类型再来到3C产品这边管理栏位 我们来增加一个现有的栏位 目前现有栏位呢是一个分类项目的参考 参考的栏位是3C Type这一个 每一个栏位都要有一个标签 所以我们给它标签叫做3C类型 好按储存 标签叫做3C类型说明文字 目前它是用选单式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改成是自动完成式的方法 待会再来修改 那么值呢可以输入很多个 主分类呢是3C Type 好按储存 3C类型这个分类项目呢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比较喜欢使用输入并且自动完成的方法 因此这边呢我把选择清单这个改掉 把它选择是采用自动完成的方法 如果你对其他的选项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找时间试着做看看 接着点按继续 好现在我们已经为3C产品增加了一个3C类型的栏位 这个栏位是一个项目参考 参考的项目呢是参考到3C Type 这个分类词汇 设定完成以后呢按储存 OK关于这一节的分类词汇分类项目的设定 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请进入下一节 我们实际上要来利用这些分类项目的栏位 替3C产品跟3C配件设定它相关的分类项目 接下来请进入下来